現在就下載 酒吧新聞台APP 隨時隨地收聽我們精采節目 小總 真心話 各位朋友 大家看端爐就要到了 這一波 氣候也不太穩定 今天大太陽 昨天下大雨 那其實這個就是常態 就是我們 在我們金門 就是說端午節過了以後才會熱 那端午節過兩天就過了 所以下來的氣候就會變熱 那熱如果再下個雨 就很容易有些蚊蟲 你就會有些疾病 要比較小心一點 剛剛過來的時候 看好幾個小鞋墳口 都是大排長龍 家長開車 那車子並排或什麼很亂 為什麼 又在打疫苗 學校現在找小朋友回去打疫苗 所以這一波的疫苗 其實大概 3號4號大概就打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中央又被罵 他趕快在六都設大型的施打站 這個概念實在很好笑 被罵就這樣了 在學校打是最單純的 因為你平常小朋友到學校走路過去就到了 就是一定在住家附近 那我們前面 其實很多情況都是讓小朋友在學校 那現在呢 現在在台北設一個站 在新北設一個站在板橋車站 台北在中正紀念堂 那你要是住士林北投的 住文山那個你要特別跑來打 其實也不太 那為什麼 因為中央要表示說我有大型施打站 我有啊 他其實就是要表現這樣 上次 大家做完快篩不是要排隊做PCR了嗎 整個醫院門口也是大排長龍 他趕快在前省設九個大型的篩檢站 包括松山機場 然後松山機場很多人也不方便啊 因為松山機場我常回金門很熟悉啊 可是一般人不方便啊 對不對 那怎麼會排進那個地方呢 我告訴你 中正紀念堂是教育部的 板橋車站是交通部的 松山機場是交通部的 所以中央在設就說 反正我這個就先設了 他設了他不曉得有些動線要怎麼樣 他連地方政府都不通知啊 所以柯文哲侯友宜通通不曉得你要來設這些 他們就 欸 要怎麼再設這個 哦 我們已經在幫小孩打 小孩已經快設 快 小孩快打完啊 那你這個站可以設幾天 中央施打站 我看四五天可能就沒有了 而且來打的人應該也不會很多啊 那他叫龍總 派醫生來幫忙打 那大家也知道 現在醫療很缺乏 其實打針哦 我老實講 打針一般護士都可以打 甚至護校 很多學生也可以打 就打個針而已啊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表示說我中央 因為你們地方做得不好 我中央有在協助你們啊 民進黨其實就在等這個 那這一東西到時候會拍這影片 嫌疾的時候你就會看到了 各位你說 欸 為什麼這樣 因為嫌疾看不到日期啊 我們現在在當下會覺得 這些人反應好慢哦 但是在影片裡是看不出他的時間點 各位 時間點很重要 現在家長為什麼大家都要排隊去打小 去打疫苗 因為疫苗昨天又來33萬劑對不對 那中央告訴你夠打夠打 但是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批一來化驗7天封肩 然後能夠打最最快 5月8號啊 6月8號 那6月8號這講 這幾天是高峰期啊 大家都知道 你小朋友啊 這幾天確診怎麼辦 那6月8號打了也不會馬上有反應啊 你要等他有反應也要5天7天啊 他才會有抗體啊 那等於說你小朋友還要再 再搞快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如果感染了你怎麼辦 所以大家怕就是怕這個 時間點很重要 那民進黨政府故意就撇開 讓你看不到時間點 你這樣來說 欸 你都沒有 有啊 你看我們有大型篩檢站啊 對不對 你看松山機場拍了 哇 有人排隊啊 你看我們都有做啊 你看不出時間點啊 那小朋友打疫苗 我們有協助地方 他來協助啦 他不講他 疫苗早早不來啊 疫苗早早不來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打 25號 5月25號才開始打 人家國外早早都在打了 他連買都不買 他們三月開會啊 說兒童根本不必打 有會議記錄啊 會議記錄說兒童根本不必打 三月底開會 兒童不必打 後來發現兒童切整夜來都 他說4月28才趕快買啊 我講這些時間點齁 大家你只要把他講 我講時間點很重要就在這裡 4月28買 5月25號才開始打 打了以後大家大排場囉 他說絕對夠 絕對夠 怎麼會夠 當然不會夠啊 這批33萬來會夠 可是33萬加進來等於說110萬劑 那後面這些人怎麼辦 因為你打了疫苗還要等他有效啊 所以我講齁 我有時候看 因為我很在乎的這種時間點 什麼時候你該做什麼事情 那你根本就發現 這個政府都在唐塞你啊 今天是6月1號 5月大家在大排場囉 要買快塞 然後中央趕快說 快塞 大家講說很貴啊 就像我買的 我買300塊一劑啊 他們就可以把他壓下來 壓到100塊 然後說你看 哇 現在政府的得證 讓你便宜買到100塊 100塊有沒有賺 有賺啊 那我買300塊 他們有沒有賺 有啊 他賺200多塊啊 天下有這種暴力嗎 民進黨不敢給交代啊 因為我講這是一個很現實的 我買100塊買大概一年啊 一年多來大概都買100 買300塊啊 他現在這一個月來開始賣100塊 那前面200塊被誰賺走 他敢交代嗎 就是一堆親民進黨的人在 在撈錢啊 花國亂財 他這已經是非常明顯 他不敢交代啊 因為我講這東西就是一彎兩瞪眼 完全沒辦法回答 同樣的品牌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民進黨撈錢的招數都卑劣啊 就是趁火打結啊 這個就叫趁火打結 可惡至極你知道嗎 你今天看到 今天小朋友切診 重症的一來一多對不對 現在重症有26個死亡10個 雖然10個民黨認為說 這個不叫很多孩子死了 很多孩子走了 他不算 26個數字是不是越來越高 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沒有打疫苗 小孩子會多 就是因為他沒有打疫苗 那現在打了 現在打了藥效也還沒開始啊 他的抗炎也還沒開始啊 我剛剛看一堆家長在那邊排隊 很憂心 那很多村子並排啊 大排長龍 因為你可以看到大家的情況 這就是台灣目前的現狀啊 講這些東西喔 有時候是很生氣很憤怒你知道嗎 因為早早就料得到啊 我有時候跟有一些醫療專家一起在電視上 同台啊 那有時候當然有些是名嘴 那我們談一談都覺得奇怪不可思議耶 因為我們講這些東西都是常識啊 為什麼要常識他們不做 因為他們太 太自我覺得滿足啊 自滿啊 自大啊 我們這兩年來做的都好啊 對不對 我們做的在全世界數一數二 現在不是數一數二 現在是倒數第三啊 彭博做的調查 我們五十一名 最後一名的人是五十三名 只對全世界五十三個比較 啊 比較像樣的國家或地區做的 做五十三個 台灣排五十一名 彭博說因為台灣太自大了 太自大了 沒錯啊 因為他自得一板啊 別人都在替兒童打疫苗 我們三月底還說 還開會 不用打 兒童根本不必打疫苗 不用打疫苗 那我這幾天大家在排隊在排什麼 蔡總統出來講 哎呀不用怕啦 我們疫苗很多 夠打啦 不夠啦 怎麼會夠打 你這三十三萬進來夠打 可是三十三萬你還要在封肩啊 你還要在檢驗啊 不是從國外來直接就可以打 所以大家看 今天所有大家所講的什麼超前部署 自滿 其實都讓人很沮喪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疫情就如同 小統上個禮拜就講 接下來往中部藍部跑 的確是啊 我們昨天的疫情啊 其實最大的新聞 也沒有媒體把它做標題 要是我我一定做標題 確診人數突破兩百萬 應該今天各報的標題吧 沒有啊 沒有人做標題啊奇怪 確診人數破兩百萬 是不是大新聞 一個數字嘛 破一百是一個大數字 對不對 破兩百是個大數字 死亡超過百萬是一個數字 這個就是一個警惕嘛 你如果在 哦 在我們的 防疫或公共衛生來講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卡跟數據 那接下來你就要 步步為營或做哪一些抽失啊 我們完全沒有啊 那接下來 會多少 現在死亡大概快一千五百萬 哦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個不是萬 對不起 那陳時中那時候講 我們如果維持千分之一 我們會死兩千三百人啊 因為兩千三百萬人口 死千分之一的話 兩千三百人 那現在死了一百五十人 哦一千五百人 那還有多少人要死 還有 如果照陳時中來講 還有八百個人要死 但是會如他所厭嗎 各位這個就是恐怖的問題啊 所以你在你今天看 全世界很多報紙的頭條 今天是上海 今天開始開了 上海6月1號 他很多地方開了 上海是國際大都市嘛 那對很多國家來講 他們有很多生意可能在大陸 這是一個一個點 我們 現在會不會報上海比較少 因為上海我們只能 我們報中國大陸 只能報負面的新聞啊 那台灣的新聞自由就是這樣 只能報負面的新聞 很好笑 好的你不能報啊 那他的方式也很簡單 我就是讓你大家通通隔離 你就 沉就瘋了 人會傳染 那就把人的行動把它限制 你就沒辦法去傳染了 那這樣經過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你自然就沒了 這個土方法是有效的 可是台灣現在不用了 用了兩年都不用了 為什麼 因為他用也沒用了 因為他已經 所有的 破口太多了 所以他們現在趕快講 我們現在要以病毒共存了 守不住就叫以病毒共存了 城市中的馬力坡 馬力坡守不住 就說我們光榮撤退 你們是被逮捕啊 全部被俄國人逮捕 一車一車的送走說 我們的戰士撤退 紐約時報說撤退 華盛頓郵報說撤退 有沒有羞恥心啊 你是被俄國人載走耶 你是烏克蘭的軍隊 從馬力坡出來 把槍繳出來 一車一車被人家載走 然後說我們是撤退 各位 什麼叫羞恥心啊 這種報紙沒羞恥心 這種國家也沒羞恥心 你不是講 我要戰到一兵一卒嗎 各位 我當然沒有說 要逼這個人去死 但是你講的話 今天大家總要檢驗嘛 蔡英文說 不用去搶快篩了 我們 年底 月底啊 我們會有一億劑啊 我昨天就在盤算 到了 凌晨十二點 因為我昨天上 羅秀芳的辣碗報 上到八點 我們就約定說 還有四個鐘頭 就是到月底 就結束了嘛 搞不好這四個鐘頭 我們 我們政府突然變出了 意外一億劑 的快篩嘛 所以我們也不能講他沒有 時間還沒到嘛 對不對 即使還剩四個鐘頭 我們應該是到不了 那現在六、一號了 沒到嘛 對不對 蔡英文 蔡英文 五月 五月六號獎 月底會有預計 月底夠了 高端獎 高端七年政府給他通過 緊急授錢 然後講說 那你那二期都沒做好 三期啊 我們十月底 然後八、二十三 蔡英文就打了第一劑啊 然後大家就 有些人就打了 滿滿的台灣議事啊 然後就打了 那時候政府買五百萬劑 當然打不完後來就 有了消費 有了準備等消費 等時間到嘛 十月呢 各位 我們現在六、一號了 我講的是七年的十月底 有沒有 有沒有到達 沒有到達 所以小董講新聞 我很喜歡講時間點 時間點是個關鍵 時間點是個關鍵啊 大家不講時間點 都在呼嚨嘛 到時候影片拍出來 你看我們也有施打戰啊 對不對 也有快賽戰啊 我們政府都有在幫忙 你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你是人家已經快收拾善後了 這個大英雄 跟他的夥伴 把歹徒都打死了 然後警車就到了 這是 我們看電影結局都是這樣 壞人都死光了 然後警車就到了 然後警察只負責說 幫忙抬單架 這幾個受傷了 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嗎 壞人都死光 警察才到 我們現在人家都快 快結束了 然後中央政府說 我也有幫忙啊 各位 好不好笑 所以你要看那個時間點 會發現這些人在唬爛 對不對 三月十二 高端啊 發新聞稿 我們三期喔 要通過了 五月十二 高端發行稿 我們三月要通過 我們三期要通過了 我就很期待啊 因為我對高端意向沒有欣賞 我對趕緊打高端的朋友都 充滿了敬佩啊 因為 我們金門人講 不怕苦 不怕難 不怕死啊 他們比我們還不怕死啊 現在金門人就不怕 只怕霧 只怕有大霧 飛機不能開嘛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哇打高端的人不得了 像蔡英文真不得了 那 可以看嘛 他們五月十二號 講 我們現在三期要通過了 而且世界衛生組織 會幫我們開記者會 馬上夠喔 各位今天六月一號了 我也沒看到世界衛生組織 在幫誰開記者會啊 會幫一家藥商開記者會說 他的三期通過了 現在全世界三期 新冠病毒三期通過了 不下一二十家 世界衛生組織是 全世界最 前威的單位 要幫台灣的一個藥商 開記者會說 他的已經夠了 各位 現在夠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全世界疫苗也不缺乏啊 你要很缺乏的話 是重大新聞 哪一家夠了 大家趕快打 現在全世界不缺乏啊 現在快篩不缺乏 疫苗不缺乏 對不對 快篩怎麼會缺乏 現在只有台灣在缺乏 結果 郭彥均寫的時候 很多孩子 孩子走了 還被 還被罵 然後呢 網輝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影片的一個串流公司 說很 說 他放一張圖說 在等快篩 一個爸爸背一個小孩 結果被 出征 導演 導演 楊雅哲出來罵 退 楊輝 要把網輝退了 那你退就退嘛 大導演很厲害嘛 當然 他的顏色傾向也很清楚 不用講了 我們老百姓連講說 我們 排隊買快篩都不能講 我們連講 很多孩子走了 也不能講 我們現在是活在怎麼樣的時代 我們還在白色恐怖嘛 各位 大家看嘛 可以這樣嗎 在北韓不能罵勞動黨 因為勞動黨的黨主席是金正恩 在台灣不能罵共產黨 是不是 還是 你是自己覺得是什麼黨 不能罵民進黨啊 北韓不能罵勞動黨 台灣不能罵民進黨 共產黨可以罵 共產黨誰你罵 在台灣誰不罵共產黨 對不對 即使沒有人要罵他 他不能罵民進黨 台灣真自由啊 可以罵勞動黨 可以罵國民黨 罵共產黨就是不能罵民進黨 這是一個怎麼樣社會 罵民進黨你就完了 你要做生意我就退 你要不做生意我就 罵金就出征你 連罵勞 全世界最大的影音 而且是美國公司 都要道歉 各位好厲害喔 台灣 我們很多數據 要看民進黨怎麼做 民進黨他太厲害了 天橋上的魔術師 太厲害了 他太厲害了 因為他們掌握所有媒體 百分之九十啊 掌握網路百分之九十五 側翼到處是 各位有沒有看 我的學弟謝寒冰 那時候罵說 PTT那個創始人 杜一錦 他是利盈側翼 怎麼樣 被杜一錦告 大概五天前 判決下來 杜一錦輸了 人家講的有道理啊 杜一錦氣得要死啊 PTT當然 PTT主要 裡面的主要 還是利盈的嘛 不用講 小總本來就很看不起 這些人 為什麼 又躲在鍵盤後面 我非常瞧不起 但是 但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你要代總的話 你不能去標政府的標案 你們都在政府裡面 大家在撈 我為什麼要講 民進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最快活的事 最想做的事 最在意在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撈錢撈錢撈錢 民進黨本身 他的側翼 他的網金 大家拼命撈錢 撈誰的錢 國家的錢 他們不承認了這個國家 然後他們拼命撈錢 民進黨就是一個畜生黨 對不對 法官說 有啊 你不是撈錢 你也 你有做了很多政府的標案啊 各位 這些人 為什麼都有政府標案做啊 好好笑 為什麼周大小姐 他們都有標案做 好好笑 各位 我講 各位朋友 我們的目的是不一樣 像小董事要告訴你 什麼是真實的 然後我的判斷是什麼 就是我的評論嘛 那別人呢 我們那些人都在賺錢 想方社會要賺錢 那民進黨政府他就會捨得給你 然後 你幫他講好話就有 你幫他 造謠他也有 各位 民進黨政府就這樣 所以很多人七字落物 其實大家 他們都在 想方社會撈錢 投資中港科技股 就選統一一天 董哥 好 剛剛是不是口誤 口誤 那個 你剛剛說 兩千 萬 死了千分之一的人數 沒有 那是陳時中講 你要說兩萬三 我要兩千三 對 就是大春哥的 好好好 好 OK 他說 應該是兩萬三 應該是兩萬三 對 但是 但是陳時中是這樣講的 我是引述他的話 好 來 OK 我們剛剛要講萬分之一 好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 這應該是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 好 從柯小姐開始 是 好 柯小姐 柯小姐又來就是 對對對 又來 是是是 謝謝這個 這是剛剛的 我們到家虎 家虎 是 謝謝家虎 謝謝 這政府操作也都操到不及格 然後文森晃 謝謝文森晃 我們年輕的好朋友 董哥罵了解氣 好 沒錯 然後 這是 卡羅路 是 卡羅路 謝謝卡羅 謝謝 然後 還有那個 趙怡 吳趙怡 謝謝 是 謝謝 非常感謝 還有 施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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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董哥說真話 讚 謝謝施韋 非常感謝 山丘 林敬安 山丘 林敬安 讚 然後 陸佩黎 謝謝佩黎 謝謝 非常感謝 他昨天也到那個去抖寧我 到中廣去抖寧我 然後 道揚 謝謝道揚 非常感謝 道揚 他都有一篇文章 各位一定要看 王家慧 謝謝家慧 那當然日本來的好朋友 還有Hilo Hilo Yoshi 謝謝 還有VV VV也抖寧我了 非常感謝 好 謝謝 全世界 news youbast 歡迎小董真心話 過兩天是端爐節 大家知道其實端爐是一個重要的 中國人的一個節慶 那端爐當然最美麗的故事 就是白良子傳奇 我們在 整個小時候的環境裡面 有非常多的神話故事非常迷人 白良子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的人 他被洗仙救了 他是叫白蛇嘛 他叫霸恩就嫁給他 嫁給他 他生活過得很美滿 後來因為有個叫華海的 快和尚 他叫 你老婆是妖啊 然後呢 然後大家 就可以看到整個故事 其實大家都熟悉的 不用我講 後來呢 後來洗仙被華海所蛊惑 端午節 強迫白良子喝熊黃酒 這個酒一喝啊 蛇腰就陷出原形 就被他 他老公洗仙就被嚇死了 就被嚇死了 嚇死了怎麼辦 白良子很著急啊 他跟他的 跟他的侍女 叫小青啊 是一條青蛇 清竹師吧 就兩個講說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再讓洗仙護候 這地方是哪裡 昆仑山 大家知道昆仑山在新疆那裡對不對 昆仑山上面有仙人啊 所以 那邊有一種草 仙草 仙草人吃的可以 死人吃了 再給他吃馬上就可以復活 所以兩個人就去 倒仙草 各位有沒有看過一處瓶戲 叫倒仙草 他的仙草不是我們吃的仙草冰 仙草 結果那邊熟 這個 熟這個花園的 是一隻烏龜跟一隻白鶴 他們畫成 兩個童子 就跟白蛇青蛇打起來 他們就打輸了 又人家是仙啊 你是腰啊 他在 其實是一隻蛇 一隻白鶴一隻烏龜在打仗 兩隻蛇啊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這個當然 很有趣的一個畫面對不對 都畫成人形打成一片 後來 白蛇跟青蛇打輸了怎麼辦 剛好南極仙草 來 他聽說 這個故事太可憐了 太驚美 南極仙草是老好人 又是 神仙中裡面的大佬 就叫 白鶴 烏龜你們兩個不要多事 這個草趕快給 白樹貞趕快帶回去救他老公 所以兩個到仙草失敗 可是還是拿到仙草 那這個就是一個 淒美的故事 當然中國有很多淒美的故事 那後來呢 後來 後來喜仙被救了 華海這個壞和尚又繼續騙他 你老婆就是妖女不要跟他在一起 後來白樹貞跟華海就打起來了 打起來以後 因為華海的廟 因為他故事在 最主要在鎮江跟杭州 中國的鎮江跟杭州 那我是很喜歡鎮江 這一個小鎮 我去過好幾次 因為他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新契集在那邊寫的一首詩 一首詞 非常有名 這首 就是新契集的北宋的詩 那個藍宋這個詩人 他寫的非常優美的一首詞 這首詞當然大家都有 你一定讀夠啦 你一定讀夠 什麼氣吞萬里如虎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叫北固庭懷骨 就在鎮江 為什麼剛小董要講這拉哩拉渣的故事呢 因為我要講 其實美的東西 你不管他是人是藥 你都會喜歡 蛇很兇吧 人人都怕蛇 可是這條蛇 他這故事的主角 他是非常善良的 那華海跟他打起來以後 他就水淹金山寺 你知道 明華岩的孫吹鳳 他演白色 他要水淹金山寺怎麼辦呢 他在 他在 中正紀念堂的兩廳宴 他讓外面的人看到怎麼樣水淹金山寺 他們就請蕭黃錫協助 用我們 因為他是一個戲劇嘛 反正 就 拜託他們用 蕭黃的水噴上來 所以那個景是非常的 漂亮 那時候講說 哇 我們的藝術 境界可以到這樣 真正的 好幾股水柱這樣 漫天 風雨 然後 孫吹鳳就 他們把它吊高 用鋼絲吊高 然後就白蛇在那邊施滑 水淹金山寺 各位朋友可以上網 因為那是一個藝術畫面 網路上自有的 那明華岩 很傳奇的一個 因為他們的戲都好看 我有一次我 心血來潮 我聽說他們有一個戲要演 我就跑去 後台 然後我就跟他們團長講 我也要嘎一腳 小董臉皮厚 你要嘎什麼 我說演演看嘛 我就演一個演外 然後 演了兩分鐘了 客串一下 那為什麼 就是 我們覺得說 其實很多美的東西 要去把它推廣 這是小董那時候的心態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呢 各位朋友 當我們在講美的時候 你就會講台灣有太多的 醜惡的事情 這醜惡的事情 有時候我都破口大罵 我每天都破口大罵 我 上完節目長 上電梯 都會碰到很多朋友 董哥我剛剛聽完你的節目 我才下來吃飯 一定要聽你罵了才順口 我幾乎一個禮拜 都碰過兩三次 電梯的人這樣跟我講 我們最重大罵有很多人在聽我節目 他聽了 那我想說 我是不是每天都在罵人罵得很兇 會很兇 為什麼 因為太可惡了 但是我們生活裡面 有很多東西是善良的嘛 對不對 所有人類都是醜惡 你看那條蛇是最善良的 那條蛇是最善良 那出家了也是最壞啊 那個出家人最壞 每天跟人家挑撥離間 人家他是來報恩的 一條蛇都懂得報恩了 你看這些人都 忘恩負義啊 台灣人恩將仇報 忘恩負義者都 對不對 對台灣人貢獻最大的人是誰 蔣介石啊 那蔣介石是被罵成怎樣 促轉會已經關門了 促轉會到5月底嘛 促轉會說所有的硬幣不准用蔣介石 靠 好好笑 真好笑 是不是 有個朋友啊 他傳了幾張一千塊的大鈔給我 又傳了 然後上面寫什麼 說很多孩子都走了 我剛剛繳稅 很多孩子都走了 各位 我們苦中作樂你知道嗎 繳稅啊 你很多 鈔票就要繳給政府啊 鈔票上面是不是印了 五個小孩子 一千塊上面是不是印五個小孩子 所以說很多孩子都走了 他自我消遣 我們繳稅養什麼 我們 我們繳稅養一堆爛后 各位 你繳了心不甘情避驗對不對 沒關係可以繳 我們延到6月底 但是一般5月底 你 你養這些廢物跟垃圾在幹嘛 他不做事就算了 你看怎麼樣的政府 大家沒疫苗打 民間大家看不夠氣 我們來 買給政府 政府阻止你 不准 你不准買 為什麼不准你買 你勾台銘送500萬劑 正元法師送500萬劑 那我們高端還有誰要打 兩箱比較 我們要打誰 你是不是要打德國的BMT 還是要打台灣的高端 不用講 不用講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小孩子排隊在打什麼 小孩子排隊在打BMT的兒童疫苗 專屬的兒童疫苗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人家有口碑有品質 而且他是世界衛生組織 是美國 是歐盟都認證了 全世界最主要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美國跟歐盟 如果藥品是這個認證的 那大概就沒有問題了 就覺得是 是好的東西 那 為什麼我們養一堆廢物 一堆壞蛋 我們還付錢給他 是不是 你今天看到的東西 我講 在台灣其實很多 很多東西沒有他們講的那麼複雜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大流行是全世界在大流行 新冠病毒 那剛開始 我們為什麼感覺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是個海島 我只要把 機場把它收好 其他地方就沒事 歐洲為什麼這麼嚴重 因為我隨便開車就可以去 臨近了國家 我隨便坐我車就過去了 你的邊境沒有管嘛 為什麼沒辦法管 因為大家都是歐盟的成員 歐盟 你是成員 我是成員 他們有27個國家 你是成員 我是成員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們就放棄我們的外交 各位懂了吧 我 你進來就不必經過我們海關 要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歐盟的概念就是這樣 變成我們成為一個 一個大的經濟體 那我們就放棄我們很多 外交上的 那 為了讓 我們大家一起做生意 大家一起賺大錢 為了賺錢 我們放棄部分的外交 外交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的國界 你踏過來一步就 闖進來 我開槍可以打死你了 對不對 沒有 那 看了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有很多 在防疫上我們有很多可以學習的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太了不起 應該別人來學習我們 邊境管理沒什麼好學的 我老實講 台灣一大堆人確診了金門一個都沒有 大家記得金門守了兩年 一個都沒有 因為你台灣守了 我金門也是個島 我也守 進入金門 到機場要先塞 我就被塞好幾次 那時候金門一個都沒有 現在金門有沒有 有啦 金門每天在擺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人是流動的吧 告訴你 你有一個跟沒有一個差別已經不太大了 那金門怎麼會有 當然是台灣帶過去啊 那帶過去本來就會啊 那台灣怎麼會有 因為國外帶進來啊 就本來就會啊 人是流動的 誰也乖不了誰 但是 我們有這麼多的機會可以學習別人 你可以看到我們政府在做什麼 我們政府在自滿 在每天吹牛啊 對不對 那現在最讓人生氣的就是 就是我早上看到的場景 我剛繞了一下 好幾個台北市的小學 就門口都是大排長龍 交車併牌 好併牌 為了讓小孩打疫苗 先打再說啊 對不對 現在是高峰期 你不先打再說 當然大家都先打再說 這是全世界 專屬的兒童疫苗 莫德納沒有耶 只有輝瑞有耶 就是BMT耶 所以就打了 家長很著急啊 各位你看 現在每天新聞說 哎呀 哪個小朋友又怎麼樣 如果他們有打的話 很多人可能就不用死了 可是 現在最可怕在哪裡 我們沒有 五歲以下的兒童疫苗 人家國外也在打 我們沒有啊 我們政府現在還要被罵 才會讓五歲的小朋友打 這個政府是後知後解 每天靠著掌控的媒體跟網路在那邊吹牛 讓人看不起 無恥 那現在要上什麼節目嗎 今天兩點要上新聞大白話 56台TVPS 四點要上 要上那個 中式的 庶民大頭家 哈眼儀儀 好 好 我們剛剛到VP 接下來是道洋 是道洋 謝謝道洋 他引用真誠報 一篇文章 沒有錯 其實各位朋友可以去看看 從血堆搭塞車怎麼樣 我們這個政府 什麼都是犯 Danny Ramen Ramen 1091 謝謝 很多孩子 都走了 的確是 非官也走了 該走的都沒有走 這是大家很沉痛的話 該走的都沒有走 非官走了 孩子也走了 然後 Erico 謝謝Erico 董哥 小編 平安 謝謝Erico 給我們的祝福 非常感謝 剛剛有聽眾很熱心的董哥 我覺得他們是怕董哥 口誤 然後被 被 然後就是看董哥打案廣播 又不要 修正一下 就是說 萬分之一 千分之一人口是兩萬三千的 是是 OK 所以應該是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 不曉得今天會不會下 他做午後 午後會下 不過雷頓可能比到三七比較容易 好 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 news 就把 歡迎 小董 真心話 因為昨天 飛官讓很多人的情緒 飛官 習大軍 那讓很多人的情緒 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多 六連 十次 的飛機意外 死了18個人 為什麼用六連做技術 因為是蔡英文 但我也不是說 別人來當總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但是部隊 部隊都會有意外 因為部隊 畢竟是一個比較靠體力在操作的地方 現在當然比較少 我們在浮兵役的時候 那是每天都在操作 很多課程 三行四斤 要你做這個做那個 要每天排課程 每個禮拜六要把下個禮拜 的課程都排好 然後 有指揮官批 都照這個幾點到幾點做什麼事情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課程表 那大家可以看到 當 不幸的事情這麼多的時候 又看到這麼多家長跟車子 然後大家都在排隊 你會知道其實台灣 台灣這個時候 大家想說要更團結 要更怎麼樣 本來今天是禮拜三 國民黨要提名 苗栗 結果他放出來 奉生 習志榮 習志榮是他們的立委 苗栗有兩席立委 習志榮跟陳超雲 那本來陳超雲很想賢 可是因為陳超雲涉及收口案 那下一個 國民黨就認為 應該讓習志榮賢 那地方上一個叫 議長是 議長是非常想賢 他叫中東景 可是我們知道 現在黨中央的考慮 很多 因為很多朋友會問我 私下會問我 為什麼 中東景地方也很雜實 中東景自己開記者會 他說有人講他 國際曾經殺人 曾經放強暴案 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沒有 他不是這個 他年輕時候曾經 好勇鬥狠 曾經 殺人未遂 沒有遂 他自己被判刑 曾經跟一個有夫之父 有夫之父 有夠感情 所以也被告了 所以並不是什麼 強暴案 但是也有一個罪 各位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本來這種地方選舉 有時候 你要 你要把它看得很單 但是 他其實影響又很大 如果你有這樣的情況 能不能提名 你忘了 顏輕鏢家裡的事 那時候補選 顏輕鏢家裡是怎麼被 翻江倒海 所以 楊寬仁就漏選 民進黨會不會用這個 如果是民進黨的人做這種事情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可國民黨就是一個被 很要求的 啊 你議長中東景殺人未遂嘛 所以你就做夠 那我講 我舉一個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銀林民進黨已經提名了 劉建國 我有一次上節目 在理研究節目 我說 劉建國就是黑道 節目播出來沒多久 那個助理就打掉了 董哥 那個劉建國那邊說要告你 我說 趕快去拜託他 你打給他助理 說我們也不會更正 打過去 我告訴你 沒有幾分鐘我就接到電話了 董哥那是誤會 誤會 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有槍砲 倒置管制條例的前科 這個在 定義上就是黑道 你不是拿刀跟拿槍 那中東景會不會是這樣 是會 國民黨不敢提兵 民進黨敢提兵 劉建國是個不錯的人 就相處起來是不錯的人 我講這個並不是說 他可以怎麼樣 或他不可以怎麼樣 對不對 民進黨的 民進黨 陳水扁的兒子陳志忠 他不是第一次當議員 他上次當議員被刺 他當過一次 當到一半就被撤銷 為什麼 因為他涉及洗錢案 對不對 所以 他有前科 赤斗工錢 他是被赤斗工錢 所以他上次險了 險到一半 被撤 撤掉 這一次他才又險 民進黨有沒有說 這個不能提兵 沒有 所以你要再看政治的話 在台灣兩個是不一樣的 習志龍不險 那陳超平因為 收稿案嘛 他聲量也不錯 也不能險 所以國民黨就 一直鎖定說 那習志龍你出來險 習志龍出來賭咒 我不要險 不要險 黨中央也沒跟我溝通 那國民黨黨中央現在 其實因為他這個 莫名其妙 不曉得他的奧妙之處在哪裡 我說他莫名其妙 就是不曉得他的奧妙之處在哪裡 你本來今天要提名他 結果他不知道 我沒有同意啊 我一直跟你講不險啊 怎麼你要 你要 霸王硬上公就要 在東廠會把我宣佈 叫我去險 為什麼呢 因為地方上包括 議長 包括陳超平 包括一個水利會會長很想險 他們都來問我 我跟他講我不會險 你們不要 不要管我 我不會險 結果你現在提名我 我怎麼做人 各位 那你黨中央覺得這個人不錯 你要說服他 等他同意以後 你才去宣佈嘛 為什麼連做這種都很難 那大家就想起了 桃園 你桃園為什麼弄成這樣 讓現在的 張善政 張善政 現在連李毅玲的面 都沒見過 他去陪樓志強走了一趟 議長 也送了他一個茶杯一個茶壺 可是有一個要選的叫李毅玲 現任的立委 搞了兩個禮拜 現在還見不到便 那人家心裡這口氣 放不下嘛 那你黨中央突襲 上上禮拜三突然宣佈 張善政 提名桃園縣長 桃園那麼多人在準備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被告知 沒有人被尊重 那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只能講說這黨中央 莫名其妙 你現在黨不是以前那種大黨 李登輝時代說我提名誰就誰 李登輝說我提名黃大洲 一定會當選 有記者來問我說一定漏選 我跑台北市太久了 台北市第一次我說絕對漏選 國民黨的戰略是怎麼樣 台北市議會51個議員 國民黨提名46個 46個裡面至少十幾個會漏選 但是你們漏選沒關係 你們每個人至少拿個四五千票 這一票投國民黨的議員 就會投給國民黨的議長 的市長 所以就會當選 我說哪有這會 這會是投國民黨的議員的票 市長票都去投趙少康了 是不是我講了 記者都沒有人碰過市長選舉 記者說你怎麼會這樣講 我說到時候票開出來你就知道 因為我們在地方跑 票開出來的確是這樣啊 但是國民黨跟趙少康也是沒有當選 因為何則 兩害啊 就被民進黨的陳水扁撿到了 我是選舉我是非常懂 我敢講 因為我們都跑里長 跑什麼我們都會去看嘛 我說我是真的很懂 而且不用看任何書記 就是說那時候的情況 遼如執掌 有時候朋友說你怎麼會記那麼清楚 我說有些人都會 某一方面都會有一些天分 我如果有點天分的話就是政治跟 跟這種選舉你知道嗎 那你要說書本上很多東西 你有沒有記那麼清楚 我記不起來 真的 背好幾遍就背不起來 這人就是有時候很很奇怪 那你要看喔 國民黨本來今年的 態勢是不錯的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的防疫很爛嘛 大家罵 亂糟糟 對不對 現在被看破手腳 全世界看破手腳 蓬勃說你是倒數第三名 你是倒數第三名 全世界倒數第三名太丟臉了 過去 世界怎麼跟台灣比 陳時中每天講大話 現在大家怕陳時中怕得要死 英系的人說不提名陳時中 選台北市場表示我們防疫失敗 你們防疫失敗眾所皆知啊 那提名陳時中呢 提名陳時中前省就死一片 民進黨的策略本來很簡單 你知道這幾年選舉有一種現象 叫做外疫現象 民國103年的外疫現象在柯文哲身上 柯文哲跟親民黨還有民進黨合作 柯文哲是勝利台獨跟親民黨合作 親民黨是台獨的外圍 然後選了以後民進黨那一件 其他縣市就顯得很漂亮 議員也顯得很漂亮 議員顯得很漂亮喔 國民黨在台北市議會都沒拿夠半 國民黨在台北市議會都沒拿 台北市議會63席國民黨沒有拿夠半 平常都能夠半 那一屆就不夠 那一屆就不夠半 因為柯文哲人量大 那 這個叫外疫啊 就讓其他的縣市大家都投民進黨 那 2018年的外疫現象就在韓國瑜身上 韓國瑜哇大家如出如罪 大家很多人就投給國民黨 其他縣市 所以就把很多縣市都拿下來了 就這樣 這一屆民進黨本來在賭什麼 就由陳時中來做一個外疫的現象 陳時中帶領了 帶領民進黨其他的選將 然後整個就一起聲勢就起來 本來算好了結果陳時中 黃毅壓壓烏被看破手腳 現在民黨進退不得 這是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啊